当前 叙利亚局势高度紧张 已到剑巴弩张一触激发的程度 而这其中的主角依然是以美国为主的 西方联盟和以俄罗斯为主的东方阵营 不过 面对这战予欲来之事 有些国家的态度明显出现了摇摆 使俄美在叙利亚的对抗变数更大 据俄罗斯卫星通信社4月12日报告称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 在电话中举行了会谈 讨论了叙利亚危机 双方商定就叙利亚局势保持密切联系 现阶段 叙利亚局势因为杜马市一次化物事件 变得异常敏感复杂 前期 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叙利亚政府军 在杜马镇地区使用化学武器为名 准备对叙利亚政府实施打击 同时指责俄罗斯和伊朗等国 袒护叙利亚阿萨德政府 俄罗斯则对美国方面的指责表示否定 认为美国此举是在为恐怖主义提供庇护的同时 为打击叙利亚政府寻找借口 俄美因为化物问题的口水仗 甚至还打到了联合国层面 使双方提出的方案都被对方否决 而今 俄美两国的对抗已经完全走到了军事对抗的边缘 美国扬言要对叙利亚实施军事打击 不但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已经开进了地中海 甚至有专家分析 美国已确定了包括大马赤格 哈马 戴尔祖尔和拉卡等地区 以及霍姆斯 审核塔尔图斯俄海军保障 站等22处军事设施 作为重点目标实施打击 而俄罗斯方面则依靠自己 在叙利亚部署的防御体系准备接招 声称要击落美国发向叙利亚的导弹 前几天还有消息称俄罗斯已经屏蔽了美国的无人机 在如此紧张的战争边缘 西方英法美等国貌似同仇敌忾 纷纷表态要加入战团 而俄罗斯方面除叙利亚政府军跟在之后外 伊朗方面态度还算稳定 然而就在早前不久还信誓旦旦的 发表联合声明要推进叙利亚问题 和谈及政治进程的土耳其 却似走到了西方一边 埃尔多安与特朗普打起了电话 讨论了局势 一副准备站在案长看热闹的姿态 土耳其目前的态度 有点灵阵倒戈的味道 从今年1月22日土耳其展开 橄榄枝行动袭击阿弗林以来 到目前为止 阿弗林地区的战事基本结束 已经发出话来 准备不惜和美国撕破脸皮出 冰漫笔记打击库尔德武装 同时还与俄罗斯伊朗结成 三国联盟大有参与主持叙利亚大局之事 不过 风云突变 而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居然和特朗普通企划来 背后原因令人妄为 稍加分析 土耳其此举也是意料之中 新三国联盟刚刚发生 叙利亚政府就要求俄罗斯出面 在叙利亚的军事对抗路死水手还难以不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